成功迎下中俄立委选战 国民党立委当选人严宽恒选后首度出庭 申请显得相对轻松许多 平常去面对就汉味清白绝对信心 一切都按照法院的规定 那我们也都准时出庭 然后呢依照法院的要求提供相关的证据 证明我们的清白 25号上午台中立院针对严宽恒 先前担任立委期间 疑似涉嫌诈领助理废案进行审理 传唤相关证人进行结问 面对官司他强调一切平常心 对于所有不死的指控 我们都绝对我们都不接受 那所以我相信最后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我们只要求一个公道 一个公正一个公理 严宽恒因疑似涉嫌怯在国土 杀戮豪宅假买卖伪 伪造文书以及诈领助理废案遭检方起诉 现在即将重返国会 但人还没就职 就案官司又再度成为媒体焦点 明星新闻台中综合报导